用专业技术服务人群 以高等的品德来导振社会 希望能够彰显高等教育的品质 秉持笃行利他的校风 发挥公益精神 实现如佛共同的教育理想 促进人性良善与光明 小云法师期望华班成为 彰显高等教育本职的典范大学 印度、泰哥大学 有一个说保姆 每个礼拜都要 这些学生都要他见过面 觉得好的 他就一朵这个花送给他 他接到这个花 就是表示说被尊重 你可以继续留下来 没有这个花就没有 而且他们 泰哥尔大学都是要人家自动自发 不要什么东西都换下来 脏细细都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然后他这个优点他都要学 还有这个德国康布尔大学 一个学校 他的宗旨就是一个所好大 这个所很大中间有一个小孩 他说半学不容易 从小孩被他养大 这个保姆非常好 所以他到各国都是吸收 每一个大学的好处 将来我要来办佛教大学 那他来中国文化大学 做教授的时候 他为什么来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因为张奇隐创办人到香港 请他来台湾来跟他教书 请了好多次他都不要 以华范为校名 彰显五千年中华文化 及两千年中国佛教思想 用专业技术服务人群 以高尚品德导致社会 十方新闻记者 赖英荣台北采访报导